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飞向的遥控器是怎么换手轮弹簧的 我们首先将手轮上的低胶贴纸揭开 然后取下里面的这一颗螺丝 用力将手轮外圈拔出来 在手轮上盖上面有四颗螺丝 我们依次将它们取下来 揭开手轮上盖后 我们就看到了里面的弹簧 用硬一点的薄片将手轮轴翘起来 然后就可以更换弹簧了 弹簧换好后我们依次装上手轮轴 弹簧换好后我们依次装上手轮轴 锁上手轮上盖的四个螺丝 装上手轮外圈 锁紧外圈上的螺丝 最后贴上低胶贴纸 整个过程就操作完了 锁上手轮 鞋 软 软